台湾中史电子报30日发表台陆军前副司令 刘湘斌观点表示 民进党当局明确 极端的亲美丑中 毫不掩饰的挑战 使台海飞机迫在眉睫 据报道 刘湘斌提到 民进党再度执政 蔡英文信息满满的宣誓 对未来的战争已经准备好了 选择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担任副手 任命拿着扫把也要战斗到底的苏贞昌为隔魁 全体战斗意志高昂的是 中国大陆为扣仇 毫不掩饰的仇中 作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极先锋马前卒 他认为 对民进党毫不掩饰的公然挑战 大陆有太多的资源与手段 能轻松解决台湾问题 刘湘斌说 大陆只要完全孤立台湾 台湾在政治上 经济上 社会上 都将严重地窒息 如果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只要宣布封锁 不费一兵一卒 就能轻松地置台湾于决地 最下策 也就是 以武促统 逐步夺取各外岛 完全控制台湾海峡与台湾本岛 以当前的状况而言 也非难事 对于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会出兵护台吗 刘湘斌说 当然不会 他表示 除了美国从未明确宣誓或承诺外 他实在想不出 美国要如何告诉他的士兵 为什么要为台湾而牺牲性命 看看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遭受伊朗飞弹连番攻击 美国收起先前极言利色的警告威胁 毫无反应地吞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伊朗和朝鲜一样 有核武 显示力比朝鲜强得多 那中国大陆呢 刘湘斌也说 就算美军决定要出兵护台 从下决心到出兵 至少需要两周以上 除了时间来不及百 美军在台湾周边也无法取得优势 大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